朝鮮防疫不到1個月 火速解封 胡錫進發文緩解尷尬 上海到底解封了沒有 各區市民取緒不安 四川郎中要求居民自廢測核酸 輿論沸騰 李克強為香港新特首頒任命書 罕見戴口罩隱熱議 中南海政策有扁 政治局1天2會跑題不提清明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5月31日星期二 歡迎收看紀元頭條 我是雪兒 多個華民傳媒 引述朝鮮中央通訊社29日報導說 北韓COVID-19疫情爆發不到1個月 很快得到控制 29日已全面解封 北韓官媒朝中社29日通報 新增超過10萬人發燒 1人病故 累計自4月底以來 超過355萬人發燒 70人不治 至今仍有18萬多人接受治療 不過29日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 親自主持防疫會議 正面評價疫情受控 南韓YTN引述北京消息人士說 北韓從29日中午12時起 解除全國封鎖措施 微信帳號 In朝鮮29日發文 剛剛平壤宣布全面解封 這個消息炸翻了朋友圈 消息說 我們剛剛通過在平壤的渠道得知 平壤已經在當地時間12點 也就是1小時前全面解封 恢復一切正常工作生活秩序 目前街道上已經能見到群眾出沒 配圖是朝鮮街頭湧動的人群 不過這則消息在微信平台 只是傳活了幾小時 很快這則消息就被封殺 外界普遍認為 醫療條件極差的北韓 這麼快解封 對堅持清零政策的中共 是最直接的落他面 而且傷害極大 主要原因是 北韓在沒有疫苗的情況下 金正恩選擇了與病毒共存的防疫措施 同時 北韓的央視開足馬力 好及有關Omicron的知識 介紹他的症狀很輕 死亡率低 一般感染者5天可以康復 鼓勵居家治療 來自北韓的好消息 令中共很尷尬 無法只為清零做任何辯解 唯有封殺 關鍵時刻 胡錫進又出面了 說北韓解封是迫不得已 29日 胡錫進發微博說 老胡見到網上一些人在歡呼朝鮮解封 還有人說很想去朝鮮 這當然是發勞騷 宣洩情緒的一種方式 至少可以理解 我相信 朝鮮如果真是 在未接種疫苗的情況放開了 一定是迫不得已的決定 不過之後 胡錫進還忍不住 對習近平的清零政策 發了一些勞騷 宣洩了一下情緒 他發文說 北京能不封城 將Omicron搞定 這是本事 文章說 北京市接下來的任務恐怕很重 它必須做到確保疫情不再出現 危及城市經濟、社會全局的反彈 這座城市肯定不能隔幾個月 秋天再來這樣一輪大半個城市 停頓半停頓的風控 這樣的話 白線的信心勢必遭受沉重的打擊 還說 相信北京市已經在此認真思考這個 沉澱澱的問題 疫情之下 北韓封鎖不到一個月解封 封城兩個月的上海 最近亦出現解封現象 近日 上海官方宣布 金山區、鳳賢區、崇明區 所有風控區、管控區都已經解除 一些區域已經取消了出入證 取消路障 雷二一號起 上海的各百貨商場 也會重新開放 另外 網上有影片顯示 從外地徵調離上海的軍人 武警開始大批撤離上海 有民眾說 這些曾經是偽忠的大白 對很多上海居民來說 是最可怕的一場惡夢 鳳賢居民陳先生說 確實不用出入證 但只限制在本區內活動 不能跨區 而且規定每兩天要做一次核酸檢測 小區是解封了 可以在本區範圍內活動 一般的飲食店、理髮店 包括服飾店都開門了 基本都開門了 交通只是區內交通 而且班至少 原來是10分鐘一班 現在是40分鐘一班 等於是半解封 還沒有完全解封 完全解封 這個要跨區 恢復到疫情之前 現在 像紫牙膏一點一點的開放 重江區市民李先生對記者說 從6月1日起 可以使用私家車 原本進出公共場所 需要持有48小時核酸陰性證明 將改為72小時 但這兩天 突然又要求全民核酸 當時他們同意補助 我說你同意補助給我看文件 拿不成文件 拿不成文件 我就不注意 我跟他留意提個意見 我說你這樣不是能給我教資源嗎 清零似乎遇到了 難以持續的客觀阻礙 近日李克強對習近平的清零政策 使用虎底秋生的一招 似乎正在發酵 令清零難以持續 國務院下屬的中共國家醫保局 日前對我宣布 各地常態化COVID-19核酸檢測 所需費用要由各地政府承擔 華鞅剛落四川省郎中市 在翌日宣布 今後該市的居民 每個禮拜需要進行一次新冠核酸檢測 而檢測的費用由居民致富 消息傳出 網上即刻引起熱議 5月27日 四川郎中市 應對COVID-19疫情應急指揮部 發布公布說 該市從5月30日到5月31日 48小時內有序推進常態化核酸檢測 將實施自費檢測 每人一次檢測費用三個半 涉及全市28個鄉鎮街道 大約62萬人 公告還警告說 凡是因為未自覺 按要求做核酸檢測 而導致疫情傳播的 將會嚴肅依法追究責任 上述消息在網上迅速傳播開去 網上輿論立即燃爭起來 民眾的留言、評論 幾乎一面倒地 評擊或諷刺這項政策 有成都市民留言說 郎中這次又出名了 據說是全國常態化核酸檢測費用治理第一成 另一位成都市民就質疑 兩年多沒有疫情了 居然都要搞自費常態化檢測 是不是在試探底線 有北京市民就表示 自費一分錢都不接受 免費的都要看百姓想不想去 本來官方 以不做核酸就禁足等罰款手段 迫百姓去檢測 現在還想收費憑什麼 另外29號 網上有影片顯示 一個核酸檢測點 突然之間停止檢測 排長龍的民眾 只要散去 現場民眾透露 上面不給錢 唯有叫停 有民眾諷刺地留言說 早就說七、八月 百姓就會消失 扮鬼都扮不下去 衣服太熱了 穿不了 還有民眾說 我覺得 是李克強想出來的idea 習近平的佬不會知道 你照附帝抽身 徹底解決問題 沒錢了 你們還玩什麼呢 5月30號 中共總理李克強在北京為香港新任特首李家超頒發任命書 在頒發任命書的時候 李克強和李家超兩人都戴上口罩 但在之前 李克強多次外出視察 以及接待外企高層的時候 都沒有戴口罩 他這個一反常態的舉動 人氣關注 5月18號 李克強去雲南大學視察的時候 全程沒有戴口罩 較早的時候 李克強4月11號 在江西視察的時候 也沒有戴口罩 日前 《華爾街日報》報導 李克強出席大陸 紀念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 建會70週年會議 會見外國企業高層 李克強一走入會議室 就把口罩脫下來 在長達一個半小時的會議期間 李克強一次都沒有提到 習近平要求的動態清零政策 回議結束 李克強也沒有重新戴口罩 李克強無視戴口罩規定的行為 被視為 是向輿論傳第一個重要的訊息 就是不認同習近平 推行的清零防疫措施 有分析指 李克強這次會見香港新任特首 李家超 特意戴上口罩 被指可能是 與香港的防疫有關 亦有分析指 李克強如果不戴口罩 李家超肯定亦不能戴 但李克強之後 習近平亦將會見李家超 習近平一定戴口罩 到時候 兩個場面一對比 習李鬥的場面 太表面化了 或者是為了維護黨內的 團結氣氛 以及不讓李家超被誤傷 一想任 就被捲入 習李鬥之間的尷尬 但是李一強選擇退讓 二十大之前清零政策的走向 李一強的口罩似乎成為觀察中共權鬥的風向標 近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一日召開兩次會議 但是會議內容完全跑題 不單止跟當下的中國疫情無關 而且都未提到習近平的清零政策 引發中南海政策有變的猜測 中共官媒新華社報導 5月27日 習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 審議了中國共產黨政治協商工作條例 沒有提及清零防疫政策 亦沒有繼續討論經濟問題 時事評論員鍾元表示 這次政治局會議 突然之一不提清零防疫 顯得十分突厄 到底是中共高層 真的打算降格清零防疫措施 又或是因為備受詬病 而不得不降低調門 目前仍未知道 同一日的下午 習近平還主持了政治局第39次集體學習 探員中華文明 大紀元時事評論員 郭平表示 政治局集體學習 基本上是中共領導層面 對當前政治任務的一次思想統一 和集體站隊 二十大前 因為清零政策 導致的路線分歧 經濟自殺式下滑 令權力派系鬥爭更顯得緊張 中共 在第39次集體學習會議上 對這些問題避而不談 有點詭異 但之前清零防疫政策 已經上升到路線鬥爭的高度 5月5日 中共政治局常委 開會研究疫情防控 說毫不動搖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 同一切歪曲 懷疑否定防疫方針政策的言行 做鬥爭 當前 中國疫情依然嚴峻 政治局會議 就不提清零 對此 中原認為 顯然清零防疫 並未湊效 中共高層 大概背不住外界的巨大壓力 沒有法子不降調 更難提鬥爭 上海市 5月29日 召開 找經濟工作 部署會議 上海市長 公正說 要貫徹落實 李克強10萬人大會精神 以超常規的力度和措施 加快推動經濟恢復重振 公正說 過去三個月 在上海極不容易的日子 要盡最大努力 將疫情擔悟的時間 造成的損失搶回來 針對兩次政治局會議 不提清零 有人猜測 習近平疑似大權旁落 對此 大紀元專欄作家 張天亮持不同的看法 他表示 清零這種極端政策 是習近平用來檢驗官員 忠誠度的一個手段 就好像鄧小平鎮壓六四 江澤民鎮壓法輪功的時候 用一種指鹿為馬的方式 檢驗官員的黨性 亦就是 看看哪些官員 能夠泯滅人性 跟黨走 檢驗目的達到之後 習近平會釋放結束清零的信號 據了解 5月28日 央港網發表題為 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 新聞發布會 全國疫情繼續穩定下降的文章 說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動搖 確評表示 文章的用意很明顯 用數據證明 動態清零政策很有效 另外 上海逐步解封之後 黨媒發出一系列 宣傳上海抗疫的文章 第二個武漢版大國抗疫 似乎呼之欲出 但是經過這幾個月估計測試也差不多了 大家的站隊表態也比較清楚了 誰跟習近平一條心 誰跟李克強一條心 這個事情已經差不多了 當站隊表態清楚的時候 那就沒有必要了 所以下一步很可能就是宣布抗疫的勝利 張天亮認為 清零結束的時間點 應該在北大河會議之前 在這個時間點宣布清零勝利 對他連任很有利 如果北大河會議之前還未結束 顯然清零 會成為習近平的負資產 今天的紀元頭條就到這裡 多謝收看 守護真相永不放棄 還有請大家訂閱我們的Patreon 你的支持可以幫助我們的channel 繼續營運下去 我是雪兒 明天見 給多點鼓勵我們 請大家訂閱我的支持 台下